十多万就能远离一个房车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福特的一个标志哦 这台车呢 它车身非常的小巧 通过性非常好 非常适合入门级的一个房车玩家 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措施 又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上方有这阳棚 下方这边呢 脚踏步 走上里面看一下 好现在呢 我们到了车内啊 前方驾驶是搭载的是 2.0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五速的一个手动变速箱 整台车是核载六个人的 国五的一个排放 前二后四的一个布局 这上面呢 有一个家用变频空调 这个对卡座的部分啊 这个餐桌就特别的大 而且非常的舒服 对卡起来就感觉很宽敞 然后这边呢 可以摇下去拼成一个三人的 一个双人大床 然后上方呢有四个吊柜 这边有两个吊柜 这边是控制面板 空调热水器也都是有的 整个车里面的内饰是非常新的 然后两边呢 都是有这个窗户 给大家再来看一点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这台车 它是后厨位的 而且跟生活区是分开的 这里有一个门 所以在这边 这边是可以淋浴洗澡 然后还有洗手池 有洗手池 电磁炉 储物格 这台车呢 是2019年上牌的 目前呢 行驶了2.2万公里 现在给大家总结三点 它的一个优势 第一点呢 就是它好开好停 非常的小巧 通过性非常好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核载人数 非常的多 适合多人出行 第三大特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价格非常便宜 18万8就可以开回家的一台福特小野牛